嗨,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在美版知乎Quara上看到一则来自印度网友的提问 印度会在未来20年超过中国吗? 其实说实话,一姐对这个话题非常好奇 毕竟印度总是那么嚣张跋扈 到处宣称自己是增速最快的经济体 那么各国网友都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一姐带大家来看一看 一位名叫塔维什·阿扎德 宣称自己相信主观能动性的印度网友恢复道 在经济上,在2037年以前 印度是不会超过中国的 目前,中国的国土面积大约是印度的5倍 但人口数量却略有下降 所以印度能够并且将会超过中国 只是应该会发生在40年以后 咦,好大的咖喱口气 一姐都不由地捂住了口鼻 来自日本大阪大学的经济学硕士 则列出了基本算法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今天中国的GDP是印度的5倍 所以为了在20年内赶上中国 印度需要以超过中国8.4%的速度持续增长 例如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7% 所以印度今年需要的经济增长率是15.4% 你也知道这是不合理的 而且这个8.4%的领先优势必须持续保持20年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印度不可能在20年内取代中国的经济地位 这样看来印度要想在20年内超过中国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澳大利亚网友西姆斯·威尔则评论道 但中国在未来20年可能会发展更多呢 谁知道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哈哈,这哥显然是吃瓜群众一枚 一位名叫阿努拉格·米什拉的印度法学院教授说 印度的GDP至少在未来90年内不可能超过中国 并摆出了权威数据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4万亿美元 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25万亿美元 两个经济体根本没有可比性 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印度大五倍多 中国的人均GDP为8,260美元 印度为1,718美元 印度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差不多 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五倍 根据这些数字 如果印度以7.5%的速度增长 人均经济产出将增加129美元 同样如果中国经济增长6.3% 其人均产出将增加520美元 说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的那些人 甚至没有对这种情况做过小学数学计算 实际上印度需要以超过中国30%的增长率 才能在绝对人均水平上超过中国 通过研究上面提到的数字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预期是多么的荒唐 假设印度的人均增长率继续保持在7.5% 而中国的增长率从现在开始保持在6.3% 那么印度的人均增长率实际上要超过中国 还需要127年 48%的印度人甚至连厕所都没有 同样比例的印度人生活在没有电 水和其他基本设施的环境中 再把这个数字放到另一个角度来看 人均GDP为1718美元 印度比苏丹 刚果共和国 老挝 巴布亚 和许多其他国家还要贫穷 而这些国家并不以其巨大的财富而闻名 哈哈 教授说的如此有理有据 我们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啦 一位名叫米提列什瓦 塔库尔的印度总干史回答道 根本不会 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印度不言自明 在过去的20年中 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现在的GDP比印度高5倍 出口总额比印度高7倍 外汇储备比印度高10倍 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速度是一个令全世界敬畏和钦佩的现象 中国神话得益于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并得到了其最佳基础设施 大规模生产 高生产率水平 规模经济 战略营销 以及最重要的无与伦比的商业敏锐性的支撑 中国商品享有的比较成本优势 帮助他们打入世界所有主要市场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 它继续挑战经济学的传统智慧 世界正屏息一带中国的泡沫破灭 但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印度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 中国也遥遥领先 中国的专利申请比印度多了70倍 每百万人中 科学家人数也是印度的近五倍 这个印度官员还算精明 我们是不是得提高警惕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 人固有自知之明 显而易见 中国的高速发展 已然在全球举足轻重 印度要在短期内取代中国的经济地位 几乎是天方夜谭 印度还是要脚踏实地一点好 最后一姐提问 你觉得印度多少年后会超过中国呢 评论区告诉我哦